HELLO, 大家好, 后面这家美女 这里是华锡Sanphone 6 手机发布现场 不是手机, 今天我是充着这部手机的拍摄功能 这部手机的特别是背后有这个镜头 这部手机有什么特别呢, 两个镜头, 不是四个, 三个 OK, 看看 OK, 就是这个, 一个自动可以翻转镜头 这个镜头我觉得是很有用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过去这些手机拍摄 最大的问题是前置镜头 前置镜头, 质素是差很多的 后置镜头很棒, 即是你拍摄很棒 你自拍的话就很惹 什么手机都一样的 除了解写得在前面整个正镜头 当然, 手机公司不写得的 这部手机正的地方, 它将后置镜头 可以自动地翻转到前面 即是我拍摄的时候, 将后置镜头 变为前置镜头 即是我拍摄的时候, 自拍的时候 就是利用前置镜头 后置镜头变为前置镜头 所以就说我有后置镜头 一样这么正的质素 而且它有一个超广角 所以你拍摄团体相当正的 今天我来到看, 主要是为了这支镜头 相当正 坦白说, 希望华石朋友不要介意 这个翻转镜头 其实不是一个原创的概念 以前这个OPPO 和华为都曾经出过 但它是手动的 坦白说, 这些是相当低档的东西 真是做到高档的话 就是这一件事 听到前头发布会说 有13个齿铃 另外里面有承炸 承炸了电线 在很幼小的电线 穿过2mm的洞 才能做到这个效果 如果每天回去, 怕不怕死 它就告诉我 如果每天回到70多次 一个自拍狂的话 你可以每天转 三年都不坏 这个都放心用 更有趣的地方就是 原来它有重力感应 如果一跌的话 它会自己收 收起来 再一次再一次 看着 我先拿出来 一跌 OK, 收了 当然, 跌得不够硬 如果真的跌的话 它一跌就搞定你了 在模式上 有很多东西玩 我再逐个逐个模式 看看它有什么好东西 它这个翻转镜头的有趣地方 就说 不只是向自己 后镜变前镜 那么简单 使用的时候 我还可以很灵活地 控制它的角度 OK 利用了大小声制 可以教到它的角度 即是说 我可以这样拿着手机 拍到前面的东西 坦白说 街拍神不知鬼不觉 当然 还有很多低炒角度 你吃东西 拍摄桌面的东西 即是拍摄下面 整个摆在地上 拍摄地下的东西 很多东西可以玩得到 OK 这部相机 对我来说 最吸引的是它的拍摄功能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真的冲着摄影而来 OK 我先看看它怎么办 当我按了进入拍摄模式 这个按钮就可以 控制镜头的翻转 OK 大家不见到我 现在是不是 这支镜头 这支镜头 是它的后镜头 比前镜头 OK 如果不玩这个 那我们做什么好玩呢 OK 大家看看 它有一个延时摄影 TaiNap 可以用慢动作摄影 慢动作摄影 有动态追焦 动态追焦 当然最基本的 你可以选择录影 这部相机有三组电子防震 拍摄影 基本的 人像 玩战景深 全景拍摄 很厉害 它有电动全景 即是说 它的镜头自己转 不用你自己转 你站定在那儿 它可以用你转 那么 喜欢玩夜景的 可以玩这部机 它有超级夜景功能 听说到挺漂亮的 当然现在当我白试不了 但我觉得最好玩 就是专业的部分 那专业有什么玩呢 其实我这里可以做到很多东西 例如可以手动 无限远 近摄 中间可以全部手动对焦 当然 我可以转自动对焦 另外 可以快门速动 可以去到最快 3200分之1秒 最慢可以去到30秒 拍摄影 手动夜景都可以 那么 广角镜 广角镜很棒 它够了 遇到很快 很重要 拍摄影拍摄影 摄影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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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ISO 最慢到25度 25度很棒 不知道 最高到16度 差不多 手机的鲜娃士也不太大 太高ISO,只要找自己找 另外EV可以加减两级曠光 我觉得够用 专业创作都可以 这个我认为比较好玩 就是一个色温 最高达到7500度K 拍摄日落的时候,你推到7500度K 日落会比较好 如果晚上想拍摄很容易的气氛 比较冷 2750度K 灯泡 这个是灵活靠 这个真的不错 比较完整的专业控制 我喜欢摄影朋友 应该很喜欢 这个是自动的全景拍摄功能 假如 我们只剩下这个功能 可以一按键 镜头在后面自己转 所以我们 不需要动手机 就可以拍到全景相 这个是直到的示范 当然这个示范是假的 但在现场都大致差不多 完成了 全部自动搞定 好坦白说 现在的手机 完全都是为了相机功能 而做得那么厉害 为了打电话 其实不用那么贵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部手机 问心一句 一部Lokia 搞定 所以买这部手机 真的为了镜头原来的 不然的话 真的浪费了 所以大家看看 白色功能 是否适合你用 OK 不是白广告 但问题 做得现场报道 产品报道 如果不把销售资料 告诉大家 就会失职 根据官方给我的资料 这部手机 就是6月14日香港就买的 那 就 来香港的 有银色和黑色两种 大家喜欢 摄影师 当然当然喜欢黑色 那 就 假如你买那个 是 6GB RAM 128GB ROM 的话 $49.8 $5,000有炸 假如你买 更厉害 RAM 是8GB 原来是256GB 这个就贵一点 就需要$57,898 坦白说 这个只是建议零售价 我相信会便宜些 或者电信商 那些特别一位 你自己出去刮 可能大家比较关心 就是华锡30周年限定版 限定版 主要是大家看的 也不是限定 看它的规格 这部机正在是12GB RAM 很厉害 WRAM 512GB 那么 价钱多少呢 是$7,398 那么 那 你自己看看 够不够就 但这部机正在 它真正三卡 即是说 你可以放了两张SIM卡 里面 还有一个桂桶 真正放了 你一张 Macro SD 就是说 你可以自己 已经有很大的扩充 现在所有 外面很多手机 所谓 三卡 其实是骗你 就是摆两张SIM 你摆不到 几个卡 你摆到几个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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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你那是 双卡机 的话 就变成单卡 所以迫着你 又要买很大的 很大的 在里面 这个真的有点稳定 所以大家想一下 我觉得这部机的 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真三卡 为什么呢 我也是拍片 准备用来拍Vlog 对不对 大家自己想 假如喜欢我这段影片 就麻烦你 给个like 另外share 给你喜欢摄影的朋友 记得 我吸引手机 我说摄影的 他那些 什么功能 我都没有提过 另外一件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按下中仔符号 为什么呢 因为你按了中仔符号 每个新片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另外一件事 老套点说 在香港搞粤语的视频频道 是相当困难的 真的需要大家支持 OK 那我感谢大家 拜拜 by bwd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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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